接着来看 特别重要 year 所以刚刚主要讲了蛮多的 反正主要是练习日期时间 如果里面我没讲到 你自己练习看看 反正最好是每一个你都会用 哪一个 蛮多都蛮常用到 像可能你们没有用到像什么 日期时间 这个函数 里面的话像什么 这些大部分都有 像什么eomonth 其实这个是什么 e的话就end of months 意思就是 这个日期的最后一天是哪一天 有没有 其实还蛮好用的 有些可能没有用 没有讲到的话 还许你可以自己玩玩看 尽量可以把里面 有出现的 这个都把它试着用用看 因为有些可能少用 但是不见得用不到 只是因为你不知道 原来它有这些功能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如果说 我希望用文字的方式 把它做切割 OK 那文字特别注意 你要怎么样 现在看到虽然说 表面上是一个文字 实际上里面是放一个数字 那我要怎么样 真的把它变成一个文字 再来做切割 就简单了 所以如果你要转的话 第一个 你可以用什么 超乱函数里面的话 用我们之前讲过 有一个还蛮重要的 这个test 在文字里面的后面这里 test 那test 当然第一个 你要先知道说 它要什么 你给什么就对了 所以第一个要文字 文字就给value 就是值 给它东西 再来的话 format test 什么叫format test 其实就是什么呢 格式化的那个文字 那格式化那个文字在哪里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做过了 在哪里 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制定这边不就是 特别注意 这个东西就叫做format test 所以很简单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 真正变成那个文字的话 你就先把什么呢 这个东西做完了 然后把它复制 OK 所以特别注意 应该可以理解 所以以后 你要把你看到的变成真的 你可以切割的文字的话 非常的简单 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format test 复制了 然后呢 再取消一下 再到这边怎么样呢 做插入一个 那个文字里面的test函数 然后给它value 就给它这一个 看到是这个 然后呢 format test 因为它是一个test 所以你贴上的时候 它前后不会有双以后 所以记得 请你自己要补上双以后 再把跟后的东西贴上 Ctrl V 或者按右键贴上 好 这个时候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原来它里面的池 贴上这个format test 这个是最后要的 它会最后返还给你的东西 你会发现 它这个时候前后都有双引号了 表示说 它已经帮你把 43262 转换成 这样的文字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 刚刚切割不行 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它现在的话 里面就确确实实是一个文字 那怎么知道它是一个文字呢 很简单嘛 用刚刚用过的那个labs函数 切割一下就知道了 OK 如果切割可以成功的话呢 那理论上应该就没问题了 我们按确定labs吧 那把文字给它 这个时候给三个吧 前面三个 107按确定 你会发现 它就会是一个文字 那下面它用一耳过来 减完之后 它是一个数字 所以你会发现 对齐方式不一样 它是文字 是靠左 它是数字 是靠右 OK 特别注意 这两者有点不太一样 再来如果说 你要变成两码了 当然你现在如果用mars 它就是会一定会把你的0去 因为把它当数字 数字没有0开头 可是如果你把它当什么呢 当那个文字来看的话 就没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当然 我们就不能用labs 也不能用right 所以我们这边后面 就只能用那个mid函数了 有没有 mid函数 那这个mid函数一样给这一个 那就算嘛 它要是在第几个 应该是第五个吧 第五个 取几个呢 取两个 如果你确定是OK 它这边会显示出来 按确定06就出来了 后面其实都差不多 所以把它复制公式 贴到日的地方 其实是怎么样 把它的位置再变一下 位置应该是 第八个吧 第八个取两个 没错 OK 然后把它贴一下 11号就过来了 再来周几的话 其实就是 再来周几个 11号 12号 13号 14号 14号 如果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这样 其实我有时候偷懒的话 就会用这样 放座位置 应该是这边是14号 然后这边要几个 两个 不对 应该是什么 10号 11号 对11 11 OK 有时候其实偷懒 反正我就试一下 看一下 大概就差不多了 两个字按确定 好 这样的话 就大功告成 有没有 OK 所以 其实用test 还蛮好用的 关键就是按右键 出承个格式 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直接复制到format test 就OK了 你这时候还蛮重要的 像 最近有同学问到那个什么 像那个 货币的部分 比如说你输入一万两千元 然后底下可能 三万五千好了 OK 那比如说你这边的话 当然你可能用 把它格式化成什么 格式化成$ 这边可能会有一个什么 钱的符号 或者甚至你可能就是把它除了格式 把它格式化成 货币可能有什么NT$ US$等等 那他是希望怎么样 希望把 货币跟金额分开来 就是要把它切开来 US$ 它可能US$ 跟后面的数字 把它一分为二的话 当然你如果现在用Labs也不行 所以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是找它里面的format 它里面的按右键出承格式 自定一下嘛 就这一串 其实你把它贴到哪里 format test里面 它就帮你转成文字再来切 就保证切得到OK 所以这里的话呢 请各位试一下 用test方式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test这个函数 如果 其实如果会用的话 真的会省掉很多的麻烦 因为很多地方 你就先转成文字再来切割 问题就简单很多了 如果你想说要再转成别的格式 没关系 反正还可以再转成数字嘛 你还可以再去做计算 是不会有问题的 OK 所以这个test 那我之前跟各位介绍一本 那个什么参考用书吧 那个468招 那里面其实蛮多范例都在 讲那个test怎么运用 那其实大家讲来讲 因为大概就是这样 这方面的东西 OK 那待会的话呢 下面有一题是奥运倒数计时 OK 先试一下把那个test部分先完成 那